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千倍 千倍 再千倍 早餐会 我是主持人曾武清 新冠肺炎来势汹汹 境外移入个案暴增 指挥中心提升的警戒 决定拉高边境管制作为 非本国籍一律限制入境 那么所有入境者 也要居家检疫14天 并且回溯到3月5号到14号 如果有欧洲旅游室 或者在杜拜土耳其转机 必须要主动通报 居家检疫14天 并且会发给防疫补偿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样的政策 对于管控疫情 有没有帮助呢 我们今天来听一下专家的说法 要联系的是前立法委员 台湾预防医学学会的理事长 同时也是台北医学大学的 陈一鸣教授 陈老师早安 早安大家早 老师因应欧美疫情的扩散 寄出了限制入境的政策 委员你怎么看待 这种关闭边境的作为 我们第一波 围堵了大陆港澳地区 那么现在是不是要把 欧美的洞给补起来 境外移入案例的 暴增哦 这是不是一个重要警讯 因为如果舍不住 接下来可能就是大规模的 社区感染 对没有错 因为其实在过去的 这几个月的 针对新冠肺炎病毒的 防疫的措施里面 大家可以看得到 其实政府在一开始的时候 是做得还不错 因为大概是比较早的几个国家里面 一早就很快就宣布说 中港澳的这个来台湾的话 必须要有这个居家检疫 可以这些措施 都一开始很早就开始进行 甚至外国人如果是 就是听过中港澳来台湾的话 也都一样要接受这样的 检疫的措施 那现在问题就是说 因为一开始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是从武汉地区爆发出来 甚至中国爆发出来 所以当然这样子做是效果很好 问题在于说 当它已经向外扩散 经过这两三个月 已经扩散到欧洲西方 美国这些国家的时候 那你就要考虑的是 第二波划虫 就例如说我们的民众 到欧洲去旅游 到美国去然后回来 有可能会带病毒回来 所以这是为什么 最近这三四天 这病例激增的原因 我在猜其实这个病例的激增 大家不要忘记了 其实病例的激增 是有迹象可循的 比如说来讲 像德国好了 德国的第一例 就是中国大陆 一些上海的商人 到慕尼黑去商务的旅行 那他去跟他的这个 那个partner 就是他们的公司 在慕尼黑那边 开会之后 他又传给他的同事 五个德国人就得到 但是那个其实是蛮早 这是德国的第一例 可是之后德国 好像作为 没有做什么样的一些防范 对 真的时候大家就会猜到 其实就可以去想象说 所有的人就要去德国旅游 就要去慕尼黑的 都有可能会被感染 因为他可能一些社区感染 已经开始在发生 所以同样情况就是 在意大利 甚至在土耳其 都是这样子 在以色列 所以换句话说 当这个疫情 已经扩散到 全世界其他国家 除了中南美 跟这个非洲以外 那这个情况下 譬如说第二波 可能会从这些国家 反扑回来 到我们亚洲各国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就必须要有一些措施 OK所以必须要提高警觉 尤其要严防 也许病毒在散布的过程当中 它会不会产生一些 演化突变的状况 变成更难对付 所以这个是必须提高警觉的一点 那么我原理怎么看 现在这样的管控措施 不管是封城 或者说是封国 到底它有效阻绝 病毒传播的一个关键是什么 成功与否的关键是什么 是执行力能够落实吗 从意大利的案例 给台湾的提醒是什么呢 如何避免这个疫情失控 我想其实大家要了解一个状况 就是当一个新兴感染症起来 而它的传播力很大 就像之前2009年的这个H1N1 这个湖湖湖 这个猪的这个 从猪传播开来的这个流感的 那个时候其实政府也曾经做过 这个类似的这个兵推 那兵推的时候 其实也有考虑说要不要封国 其实这都是在还没有疫苗 或者有效的这个治疗的药物 发展出来 而且为了保护我们的国民 必须要采取的非常的措施 那这件事情呢 其实也是在考验 我们国家的这个整个的医疗体系 还有呢 我们的防疫的能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特别就是在这个专家会议 疫情的判断上面 必须要非常的小心 因为你做得太过火 那就可能会影响到 我们的经济政治 和商业的一些发展 但是如果你不去做它 如果做得太晚 就会造成 有时候疫情是难以控制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是要很小心 那昨天 所以当陈时中部长 这样宣布了之后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有做比没有做好 在这个阶段 要保护我们的国家的 不管医疗的资源 我们人民的生活的状况 还有我们已经因为 这样大家共同抗疫 抗抗防疫 这个新冠肺炎 防疫的 这样大家已经忍受 两三个月 每天戴着口罩的状况 大家可以看到说 政府其实一开始说 不用戴口罩 民众已经自发性的 开始戴口罩 因为民众 公共卫生的预防的 这个医学的观念 已经都有了 其实不是预防新冠肺炎 也是在预防这个流感 所以我想这个部分 已经有了成果 应该要继续维持 所以这样子的措施 对我们现在的 这个台湾的防疫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显然在短期内 不可能有疫苗 做出来 唯一的有可能的 其实就是药物的研发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必须要讲 其实我非常失望 就是我们在整个 纾困方案 600亿里面 完全科技部 没有跟我们的政府 要求半毛钱 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是不应该的 科技部当然应该要 去预想得到 这个疾病 是一个长期抗战 所以你必须要 争取经费 来让台湾的科学家 能够有办法 有力量 有经费 能够去做药物 甚至疫苗的研发 检验试剂的研发 这在当年 2003年SARS的时候 是有的 当时其实科技部 是申请到 20亿的预算 也造成很大的影响 所以我今天觉得 就像这件事情 其实要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因为其实这是一个 长期的抗战 而你要长期抗战的话 疫苗药物 这段时期 这东西 甚至跟我们生机的发展 都关系非常的密切 所以这个东西 是应该要赶快再做 真的 在这个防疫的战争 没有人是局外人 但是外交部长吴钊燮 他昨天在指挥中心 开的记者会 也宣布台湾跟美国 要展开 肺炎的防治合作 那除了新药 疫苗快筛的开发之外 也要确保 彼此的防疫物资 不予匮乏 像美国就保留 30件的防护衣的原料 台湾就每周 提供10万片的口罩 可是我很纳闷的是 委员在这个 抗疫的这条路上 在防疫的这条路上 也走连美抗中的路线吗 应该是说 要积极寻求 与各个国家的合作才对 那你觉得 会不会有点可惜啊 其实在这整个的防疫的 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的 这样子的措施里面 我觉得其实蛮可惜的 就是说 我们的蔡政府 没有考虑 怎么样透过这个方式 可以跟对岸 释出善意 然后能够弥补一些 过去四年两岸急动的状况 而在很多地方都喜欢去戳人家 其实这个写没有这个必要 举一个意思来讲 像昨天签的这跟AIT的签的合约 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 他开始第一句话是写什么 他写的是说为了对抗 源自于中国武汉的这个 他把他强调起源地 对 其实这个跟这个签这个预约 合作的备忘录有什么关系呢 是 有什么关系呢 当然我们也知道说 这个疾病是中国大陆来的 可是这个就是充满了政治的语言嘛 显然就是因为过去也有人讲说 这病毒可能源自于美国 可能怎样 就是在这个 在这个病毒的起源上面 在那边绕圈圈 说文章 其实跟天这个关系没有 那你就直接想说 为了对抗新冠肺炎病毒 不就解决了吧 一定要前面加那一段话 那其实这个就是 充满了一些政治的考量了 那当然在这个部分呢 我会觉得说 你用十万的口罩 去交换三十万件 这个防护衣的材料 这个我不晓得这个对等关系 是怎么去思考 但是这件事情来讲 也显示出来说 台湾在这个不支部 就是这个口罩的原料 或防护原料上面 是在长期抗战上 可能还是有必要 对于原料的这个来源 必须要确定 它是能够充分的 这个部分当然就是会让我担心 因为长期抗战来讲 因为台湾很多的工厂 都已经移到大陆去了 所以口罩或者防护衣的原料 是不是真的充分了 这个必须就是 可能一些我们的工业局 或经济部这边 必须要再寻求一些解决了 不过我就觉得 其实跟美国签这个很好 但是也应该可以跟 其他更多的国家一起来做 其实日本 日本其实他们 在一些药厂发展出来的 对抗新冠肺 当中是为了一波拉病毒 但是后来也发现 这些药其实都可以用在 新冠肺炎病毒上面 领床实验看起来 效果也很好 所以这样子的话 现在治疗药物的研发 早点取得 我觉得这反而是 在现阶段是更重要的 因为毕竟疫苗 可能还需要一年的时间 但是药物的部分 不管是我刚刚讲的 日本的开发出来的 或者是Gilet药厂开发出来 或者我们一些对抗 艾滋病毒的这些 蛋白质美抑制剂的这些药物 其实临床实验 马上就可以做 因为我们已经有病例了 已经有病例 那为什么在这个部分 这个看起来是 好像比较没有行动 那再加上说 因为重症的 重症的病人也不少 我们有一个死亡的病例 所以怎么样能够 在这边加快角度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是 民众事实上是比较期待的 因为既然没有疫苗 那得到的话 你也不能够保证 每个人症状都是新的 所以当然对重症的 我们要想办法要救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临床的治疗 现在是要对所有的 医护人员来讲 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挑战 但是我们也期待说 这个新药的开发 或者老药新用 这样子的一个 New Indication 或一些其他的一些 就已经开发出来的药物 来用 这个部分其实 医界一直都非常的关心 也希望这个部分 在TFDA台湾的食品药物管理署 这边能够加快 他审核的速度 让这些新药 或者老药新用的 这些新的Indication 可以找一点通过 让他临床失业 在这个医事师这边 也能够赶快批准 让这个得病的病人 他的这个严重的程度 因为在这个比较严峻的此刻 不一定限定只跟哪一个国家 打交道 那也许你会去指责说 大陆在疫情爆发之后呢 可能有一些这个 疫情的一个资讯 可能没有太过的透明 但是现在我们 针对一个比较 新的一个疾病 最重要是要知道 他的临床的症状 那现在大陆的疫情 看起来有趋缓 如果可以进行一些交流合作 也许可以当为我们 最后在这个 诊治患者的一些参考 那这部分 其实也可以做进一步的合作 那么现在我就要请教 这个委员就是 大陆这边的疫情呢 看起来趋缓 但是欧美地区啊 非常让人家担心 像我们最近的新增的病例 大部分都具有欧洲的旅游史 那欧美的情势 你认为可以有效控管吗 全境沦陷的美国 是不是有可能 会成为下一个爆点呢 对没有错 其实不只是美国啦 可能英国 这些就是他们在防疫上 像英国他们是做佛系的防疫 放弃那个严重的 然后就是叫大家不要爬爬灶 然后不是真的用 一般我们在做防疫的时候 所谓的接触者追踪来进行 那当然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已经进入到社区的 大量的爆发的 他们已经没有办法 像台湾可以做到每一个 这样子的接触者的追踪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他们有点采用的是 比较消极的防疫的方式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民众呢 其实也都不太清楚 到底自己有没有感染 或者有没有感染过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当然就会很担心说 如果不锁国 如果不宣布说 这个所有的外国人进来 都从今天临时开始 已经都不能进来了 在这里上面 其实也是有人 有些声音是说 那为什么 是不准他进来 你也可以让他进来 但是要需要14天的 就居家检疫 的居家检疫嘛 那所以在这边 到底是 应该是全部都不准进来 还是说可以有14天 的居家检疫呢 那我在猜测 可能疫情指挥中心 他们担心的是 因为在最近这几天 国外的勤势去美国 很多的大学 其实都要求 学生要搬离宿舍嘛 对 那这个都是要做 这个远距教学 所以这种状况下 其实似乎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移动 这个民众移动 当然很多的台生会回来 以外呢 是不是有一些外国人 他们也觉得说 台湾因为疫情 比较安全 风险的比较好 所以都跑到台湾来 所以担心这样的情况下 可能必要的 就是先做这样子的 禁止外国人入境的 这样子的一个措施 那在等到 这个稍微缓解的时候 然后再开始开放 所以我想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 这个拿捏上面 那所以这方面 我们还是必须要相信 政府在每一个阶段 他们所做的判断 毕竟他们拥有 最多的资讯 那因为这个资讯 也来自于 这个航空公司 订机位 你就可以看到 现在机位 几乎从美国回来 是前前几天 是一票难求 报纸上也有写 某些名单 什么小孩要回来 你也买不到机票 的状况 所以知道说 翻盘客满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当然必要的作为 必须先做 对 那我想接下来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比方说 可能留学生 如果在当地 他觉得有威胁 他想要回来台湾的话 那这部分 政府可以提供哪些的帮助 好 那这都是我们会持续关注的焦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前立法委员 台湾预防医学学会理事长 台北医学大学的 陈一鸣教授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陈老师 专业的说明跟分享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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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